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4月11日讨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一同仰望 那位怜悯我们以恩慈待我们的神 听从祂的指教和引导走在正路 诗篇二十五篇一至十节 遥和话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诗篇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指教我 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整天等候你 诗篇说求你祈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耿古以来所常有的 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显和我的过犯 诗篇说求你因你的良善按你的慈爱 祈念我 耶和话是良善正直的 因此 祂的教导罪人走正路 祂要按公平引导谦卑日 将他的道指教他们 凡遵遵遵守他的药和他法道的人 耶和话都以慈爱信实代他 我们有两点一同的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听从神的指教和引导呢 我们为什么要记念神的怜悯和慈爱呢 世上有很多道理 但不是每一样道理都是真的 只有一种道理 就是神所指教的真理 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智 从那里让我们能够认识 这位自善自美的神 世上有很多种爱 但不是恒久不变的爱 只有一份爱 就是神的怜悯和慈爱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意 医治我们的伤痛 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 接受神的引导 使我们走在归家的正路上 我们继续为生件事去祈祷 求主去安慰有亲人离世哀伤的家庭 使他们能够尽快走出伤痛 医治病患者 让他们能够彻底的传愈 求主去保护前线的医护 有足够的装备和器材 让他们能够安全有效地去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听从真理的教导 有谦卑的态度 跟从主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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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